第八章 算法经典问题 在本书第一章中 介绍了部分基础算法 在C一言实现代码 在本章 将以更大篇幅 介绍一些经典算法的 具体实现代码 首先我们看一下 课程的安排 首先讲一下这个不定方程 然后再介绍 使用推算的方法 来提带程序 第三我们介绍一个 魔术方程的实现 然后介绍部分的 致力气体的设计 最后介绍 气味游戏程序的设计 首先看看不定方程的问题 首先看不定方程 就是指 这个位置数 他多以这个方程的个数 并且对减有一定的限制的方程 比如最典型的就是这个 百钱百机 这个问题 就是一种不定方程 那么对于百钱百百机 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古老的数学问题 是中国古代数学家张秋剑 在他的算计中提出的这个问题 他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公鸡五文钱一只 母鸡三文钱一只 小鸡三只一文钱 那么现在要求我们用一百文钱 要买一百只鸡 那么我们要计算公鸡 母鸡和小鸡 分别应该买多少只 那么这个问题 它有很多个解 我们首先可以考虑一下 这样两个方程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公鸡 母鸡和小鸡的数量 他们加了 加在一起 正好是一百只 那么这是第一个条件 那么第二个条件 就是我们分别买的鸡的金额 也要刚好是一百文 这个时候我们看 公鸡它是五文钱一只 那么这次我们说五X 再加上母鸡三文钱一只 就是三Y 再加上小鸡是三只一文钱 那么也就是Z除以三 那么也要等于一百 实际上我们就是 要解这样一个方程 那么这个方程我们看 只有两个方程 但是有三个位置数 这就是一个不定方程 这种我们可以用 手工来进行推算 比如说我们首先 假设买一只公鸡 一只母鸡 那么小鸡的数量 如果要达到一百只 应该多少呢 就是98只 然后我们来算一下 这一只公鸡 一只母鸡 加上98只小鸡 他们的金额 是不是刚好等于一百呢 如果是 那么就表示 我们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那么如果不是 我们又继续更换 比如说再买一只公鸡 两只母鸡 然后就去买了三只了 剩下97只小鸡 就这样不断的 变换这个三个位置数 然后来检验 是否达到我们这个要求的条件 这个我们用手段来推算 是比较费时的 那么我们用计算机 对这三个变量进行反复的试算 就可以比较快速的计算出结果 那么我们下面看看这种 用这种推算的方式 来计算的代码 这就是这个百钱买百鸡的这样一个原程系 我们设计三个变量 X Y和Z 分别对应我们公鸡母鸡和小鸡的数量 那么这里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比如说因为公鸡它是五文钱一只 那么一百文钱我们最多可以买二十四 所以说这里 我们就设置公鸡数量 从零开始到二十结束 可以一只都不买 那么最多可以买二十四 那么同样的道理 这个母鸡的数量 那么它最多就是买三十 三十三只 因为我们也是三文钱一只 三十三只就刚好九十九文 买三十四只就超过了一百文 就没有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设这个Y的变量 它也是从零到三十三进行变化 我们通过这个双重循环就可以计算 因为小鸡的数量 我们要求这个鸡的总数要达到一百 所以说我们小鸡就直接用一百去减去X 再减去Y 那么就得到小鸡的数量 然后剩下的就是工作 就是一个链证的工作 就是我们在这里链证一下 如果我们比如说Y能够被三整除 因为它如果不能整除的话 得到数最终肯定是不正确的 我们这个加了一个条件 能够被三整除 如果你只用后面这个条件也可以 只是我们为了提高速度 所以先判断它是不是能被三整除的 如果能那么才进行输出 好下面进行判断 就是公鸡的数量乘以五 这个母鸡的数量乘以三 然后小鸡的数量除以三 如果他们正好等于一百 也就是他们的金额也等于一百 那么就达到了我们要求一百 文钱买一百之计 所以就输出一个结果 因为这个结果它不止一个 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循环 而不是退出循环 那么通过这件继续循环 逐渐的查找 我们最终就可以达到 符合要求的答案 就是我们编译 执行这个程序 看一下它的结果 那么在我们这个程序中间 它的结果就得到了有四种 那么第一种 它的比较特殊就是 公鸡数是没有 然后母鸡二十五只 小鸡七十五 那么如果我们要求公鸡 至少有一只以上 那么我们就有下面三种答案 这个时候程序就需要修改 把这个地方修改为从一开始 这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算法 来计算这个 一百文钱买一百只鸡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再对这个体进行继续分析 看能不能再对它进行简化 因为我们刚才这个程序呢 它是通过一个双形环来 我们能不能对它进行一个优化 然后把形环改小 其实这里应该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 买四只公鸡的钱 我们注意刚好是四五二十 二十文 那么买三只小鸡正好十一文 那么也就是合起来 我们的鸡数量为七 就是四只公鸡三只小鸡 那么钱呢就正好花掉二十一文 就四只公鸡的钱 再加上三只小鸡的钱 那么刚好二十一文 这二十一文钱呢就正好是七只母鸡的钱 那么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规律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少买七只母鸡 那么就可以用多出的这笔钱呢 多买四只公鸡加三只小鸡 所以这样我们刚才推算出来这个结果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运行的时候 再来看 比如说我们这里 就如果少买七只 这个母鸡 那么我们多出来的钱就可以多买 三只公鸡 四只公鸡再加上三只小鸡 如果我们继续再少买七只母鸡 那么多了一点钱 我们看又可以多买四只公鸡 多买三只小鸡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规律 那么通过这个规律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公司来进行另外一个调整 比较这里我们就设一个整数参数k 那么这个时候假设x就是我们的工具数量 它就是4k 那么y我们母具数量就是用25去减7k 然后z当然就是75加3k 那么这样一个公式 就是按照我们刚才推算这个规律得出来 那么我们这样来编写一个程序的话 就可以比较简单的来处理 并在这里我们起这个k的值 为0 123 这样来就说这三次就行了 我们分别用三次循环 比如说为0的时候我们的工具数量为0 那么这个母具数量25 小鸡的数量75 这就是我们刚才印象的程序第一个答案 那么当它为1的时候 那么就是工具数量4只 那么这里母具数量就要减掉7只 而小鸡数量呢就要增加3只 当它为2的时候 这个工具数量增加 在原来的基础上 再增加4只就变成8只 然后小鸡数量呢就要减少 这种母具数量就减少14只了 然后这个小鸡 它就会增加6只 就是按我们刚才说的规律来增加的 那么按照这个规律我们编写的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我们看这个程序呢 增加了一个编量k 但是我们就只使用一个循环 并且这一个循环我们看一下 它只循环执行四次 就从0123 就循环四次就行了 比如说每一次实际上都会得到我们输出的结果 就是个x等于4k y等于25-7k 就是我们减少7只母鸡 那么就可以增加4只工具 增加3只小鸡 实际上这个地方就不是减x减y 我们就都可以直接用它 就是75加上3k就可以 那么这里也就是说经过规律推算以后 就不需要我们再去用那种 每几方法来测试了 我们看一下编译执行 它的结果肯定也是 我们上一个程序是一样的 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比较的两个程序 我们看这个是双重循环 在外层循环要执行21次 从0开始到20 而内层形犯要执行34次 那么我们用21乘以34 那么它要执行的次数 就是600到700次 然后我们这个情况呢 只需要执行4次 那么有差效率就会提高很多 这就是摆钱买摆机 这个题我们介绍了两种存息设计的方法 存钱利息最大化 作为投资理财最安全的一种方式 就是银行的储息 那么银行储息它根据存钱的期限不同 存钱的存款的利息也不相同 我们看这个表8-1这里显示的 实际上就是2008年12月份 人民银行公布在这个存款基准利率表 那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存期短的比如三个月的 它的年利息就很低 而存期长的它的年利息就比较高 它的差别是很大的 那么如何存钱 我们才能使得我们的利息达到最大化 从而使收益达到最大化 这里假设有1万元要进行存储 那么我们计划的存储年限是20年 怎样使它能够得到的利息最大呢 我们首先可以想 第一种方案就是选择五年期的 因为五年期它的利息较高 那么五年期每年的利息是3.6 那么它存五年 就是用3.6乘以5 就是那么五年的利息就这么多 然后再乘上我们的本金 就得到了我们这个利息 那么五年期满以后 我们将这个影响的本利一起再取出来 再将这个本利作为本金 重新再存五年 那么又得到下一个五年 这是第一种方案 那么我们总的存期是20年 那么如果五年为一期的话 就可以存四次 就是相当于是四期了 那么第二种方案 我们可以考虑采用 比如存三年期 那么三年期它的利息只有3.33 那么满三年以后 我们将本利和计取出来 再作为本金乘入 然后每满三年就去转成一次 这样可以连乘六次 三六十八 就是乘18年 那么最后剩了两年 我们就可以按这个两年期来乘 这样计算出它们的本利和计 当然我们还可以比如说 用一年每一年去转成一次 那么因为每一年它取出来利息 都会和本金一起又会增加 那么再去存 我们的想象 它的利息肯定也会 收入会增加 那么究竟用哪种方案 我们可以使得 我们的利益更高呢 获取的收益最大 那么这里 我们就要对它进行计算 首先看到的 我们觉得五年期它利益很高 那么是不是它的收益 就绝对很更高 那么这个需要计算 因为我们这种方式 可以理解成是一种 简单的这种利滚利 就是我们利息 又可以进行续成 那么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它是利滚利 那么这个地方就不能简单的 比如说20年就用20乘以3.6 20乘以3.33 那么我们实际上应该是 每一年它的本 就是每一期满了以后 它的利息又可以进行续成 那么计算公式是这样 我们看比如说第一期 我们按五年期来保存的话 下面是个计算公式 就是首先第一期 那么存五年 它每年3.6的利息 那么就是五乘以3.6 五乘3.6 这个注意它是按照3.6%这个表示 所以我们还要将它除以100 那么也就是说 五年存满以后 3515 563就是18 实际上就是有18%的利息 就是存满五年以后 那么在这18%的利息 再加上1就是本金 就是1.18 然后用一万期乘它 那么这就是我们五年期存满以后 本利活计 就是一万一千八 那么在一万一千八 注意这部分 我们刚才算出来一万一千八 又继续再去存五年 那么这五年的利息 又是这样计算 五乘306乘以100 这就是第二期 那么第三期就再乘这一部分 因为前面部分 我们是本利活计起出来 作为本金 来去存款 那么后面就是计算利息和本金的 好 那么接下来第四期 那么实际上这个我们看 就可以用这个迷印算来得到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简化一下 就是一万乘以一 加上五乘306 除以100的四次方 这样就可以得到我们五年 或者就说四期 它的利息本利活计 那么如果我们的存款是 比如说三年的 按三年期来乘 那么就是用一万乘以一 加上三年期 我们说它可以乘多少 乘六次 就是六乘以 三点三三 除以100 再 括号 这个不是六 这个地方是三年 这就是三 三乘以三年三三 除以100 这个括号在六次方 那么这就是存六次 那么存六次这个本利活计 我们还可以再存一次两年期待 我们还要乘以 括号 1加上2 乘以2.79 除以100 那么这就可以得到 我们第二种方案就是 先存三年期六次 然后再存两年期一次 这样的一个本利活计 那么这种 也是我们必须要通过推算的方法 就是说 从一年 两年 三年 这么去推算 那么 如果我们这个只是 设计好的一种方案 我们计算出它的本利 活计是多少 按这种方法计算 那么我们这个提要求的呢 是计算 怎样使它的利息最大化 也就是说我们要将 所有可能的方案 都去试算一遍 然后找出 获得利息最大的 这一种方案 那么这种 所有可能的方案中间 我们怎么来得到呢 我们可以通过穷极法 比如我们这里就用 三个月 半年 一年 两年 三年 然后五年 这种 这么几种方案来穷极 就是他们分别组合 比如说先成五年 再成三年 再成两年 等等方案 可以不同的组合 然后 就是说用穷极法的话 我们程序 在这个指定的成款经额 分别用不同的成款 息线的利率 分别来计算 我们到指定期限 本利所得 然后保存利息最大化的一个方案 就可以 那么实现 这个部分的代码 我们来编写一下 看 这就是 编写的实现利率最大化的 这个 测试程序 这份程序 我们看 看起来比较长 实际上它的原理很简单 那么首先 我们看这里有一部分注释 这个注释部分呢 是什么呢 我们看 它就要求我们输入 三年期 半年期 一年期 两年期 三年 五年 每一期的利率 因为这个利率会经常变化 如果我们要使这个程序 具有通用性 那么就应该使用这张代码 让用户来输入 这里为了测试程序方便 我们就直接将这个利率 按照我们书中列出这个利率表 将它保存在这个数据中就行 就省弃了这个输入操作这个过程 这样提高我们调试程序的速度 好 然后 这里我们看我们定义的变量 这里定义了 六种 整层整齐的利率 还有一个就是活气利率 就保存在利率表里面 然后 就是我们计划 呈款的金额 计划成款的期数 这个保存在成款期数 这个期数我们是按月份来计算 因为这中间 有用三月或半年的 那么这个地方 为了计算方便 我们就按月数计算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利率 在这里成全 然后我们就要求用户输入成款的总数 就是计划成款总数 比如说是一万 然后成款的总代月数 那么 一个月 一年 十二个月 比如说要成十年的话 那么就是二百四十个月 一百二十个月 成二十年是二百四十个月 就这里输入 然后 这里就计算一个利率 因为刚才我们这个里面的利率 是输入在年利率 并且 没有输入百分多少 直接输入在比如三点六 实际上它应该是百分之三点六 所以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计算 就是将利率除以十二 再除以一百 这个起什么作用呢 就是将这个月利率计算出来 因为我们这里简化了一下这个程序 所以演示这种算法 就是我们这个月利率 就直接把它这样除下来 好 下面就是开始来计算 那么首先比如假设 我们看使用这个很多 一个循环 因为是穷级吧 就必须要不停的 每一种条件都分别去循环 然后循环到这里 我们就来计算 我们的总代月数 比如说这个六十个月的 就是五年期的 那么 Y5 这个就是五年期 就是五年期 我们可以从 一次不存来计算 三年期的也是 比如说一次都不存 然后存一次 存两次这样的计算 好 接下来就是计算出 我们整个就是按一种方案来存的话 就首先定期 它要使用了多少个月 那么如果不足定期 因为最少三个月 不足三个月的 我们就说这部分 就是把它来做活期处理 好 然后 然后下面就开始来用这个公式计算 接下来我们本金 乘以利率 就第一期的利率 然后 乘以这个 这是三个月的 就是三个月的利率 我们要乘一下 然后 再用本金乘以这个 六个月的利率 就是按月份来算了 然后再这个 计算它的米指数 这就是它指数 如果比如说 一期都不存的话 那么它就会0 为0这个米指数 它得到就是1 所以就不变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就将它每一种利率 都给它 算起来像乘 如果这一期为 乘0次 那么它就是 相当于补乘它 如果乘一次 那么就计算一次利率 好 最后计算一下 得到的值 它是保存在这个 零时变量中间 那么 我们判断这个零时变量 它的值是不是大于这个 我们这个值 是用来计算总金额的 就是保存最大的一种方案 那么 如果第一次计算 肯定大于的 因为开始它是为0 那么 保存下来就是总金额是多少 然后它三年期乘几次 两年期乘 比如半年期乘几次 好 就三个月 半年 一年 那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就是按这个的保存的这个数组中间 我们就知道这些方案第一种 好 然后增加一次三三个月期的 增加一次半年期的 增加一次一年期的 就这样不停的增加 通过每一几的方法 就分别计算 最后得到一种 这个总金额最大的方案 然后就来输出 就这个总金额是多少 那么一共存多少个月 然后按以下方式进行转成的话 它本利 合计 总金额是多少 然后就显示了五年期乘多久 三年期乘几次 两年期乘几次 那么这个程序原理很简单 但是因为它是用的没几法 所以这个程序代码就很 看起来很多 它的循环那个嵌套层次也很深 但是原理很简单 我们这里把它编译 执行输出看一下结果 比如说这里输入 成款期为 成款总数一万 然后我们成款来总月数 假设我们乘一百个月 回车 那么这个是就看看 一万乘一百月 可以按以下方式来乘 那么它最终的本利 合计就是一万三千零三十八点二一 首先就是五年期乘一次 三年期乘一次 那么这样就期了八年 八年然后还有剩三个月的 合期乘一次 就是八年我们算一下 就是96个月 96个月然后加三个月 就是99 所以最后因为三年期 这个定期乘了一次以后 剩下一个月就只有乘合期 所以合期也乘一次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种计算方法 它是通过这种每一几的方法 将每一种可能都进行计算 然后将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 哪一种最后得到的本利合计最大 那么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方案 求阶梯数 这也是一个不定方程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看这个题在描述 就是说这个爱因斯坦 给他的朋友出了一道数学题 就是在你的面前有一条长长的阶梯 如果你每步跨两阶 那么最后剩下一阶 如果每步跨三阶 最后剩下两阶 如果每步跨五阶 最后剩四阶 每步跨六阶 最后剩五阶 只有当你每步跨七阶的时候 那么正好到头就是一阶也不剩 那么要算一下 这个阶梯到底有多少阶 这也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不定方程 那么对这个题呢 我们首先可以通过对这个余数 实际上比如说每步跨两阶 就相当于是这个总的阶数除以二 那么最后剩一阶 就是它的余数为一 如果每步跨三阶最后剩二 就相当于除以三 它就剩二 那么每步跨七阶 最后刚好到头 也就是说这个数就刚好被七能够整除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 我们就可以编写一个循环程序 就说让它为七的倍数 比如说首先为七 那么然后这个数去除以二 然后看它是不是等于一 这个条件满不满足 如果满足 再用这个楼梯数去除以三 看它最后是不是剩二 再除以五 看它是不是剩四 再除以六 是不是剩五 那么如果不是 我们又将这个楼梯的总数增加七阶 因为它为七的倍数 好 那么再用这个楼梯的总数去分别 以这几个条件相判断 那么直到我们找到了 这几个条件都满足了一个值 也就找到了这个楼梯的最最少的阶数 当然楼梯还可以增多 也可以达到条件 我们这里找楼梯最少有多少阶 那么就可以按这种方法进行来解答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程序 这个程序很简单 首先我们设置这个楼梯 总的T数初始值为7 然后这里定义了一个始循环 这个Y1 就是一直循环 那么它的什么条件退出呢 就是当满足了 除以二代余数为1 除以三代余数为2 除以五代余数为4 除以六代余数为5 就是这几个条件同时都满足了 那么就退出循环 如果不满足 我们就将楼梯数加7 继续处理 好 一直找到满足就退出来 就是打印这个楼梯最最少的阶数 所以这个程序很简单 理解也很容易 我们看一下编译 实行看看最低 这个楼梯有多少阶 这里计算出来是119阶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119 它能够达到这几个条件 除2剩1 除3剩2 除5剩4 除6剩5 除7呢 就刚好被整出 所以我们用计算机来求解 这类的体可以非常方便的 我们就这样不停的推算 如果用人工手工的推算 那么可能就需要在草稿纸上绘制几次 因为这个到119 就要出十多次 要进行十多次的试算 订阅 scène 4 2 3